小姐,你的情況我瞭解了 今年新北市政府一樣有提供平安袋的服務喔 平安袋是什麼?每個人都有嗎? 只要是向您這樣遇上緊急民事狀況 導致生活無法不凡30倍都可以來幾條去允許喔 新北市政府太重 春節貼心服務邁入第六年 為了能夠深入各地及時提供服務 結合轄區內的派出所及慈善機構 多達166個據點 準備了2000個平安袋 提供給有需求的民眾 而今年更擴大與民間的合作 像是台灣優衣庫公司 就捐助了5000件的衣服 以及15000份口罩 再加上社會局以及民政局 和地方公益社團及公廟的合作 讓服務能夠廣集新北 侯瑜市長也特地感謝所有捐助單位的愛心 在春節期間很多的兒少弱勢家庭 沒有辦法過一個好年 新北市每年在春節這段時間 都會發送平安袋 裡面有很多的物資以及保暖衣物 讓這些及需要被關心的家庭跟兒少得到資源 而我們擺放的據點 大部分都以拍手為據點 還有一些相關的公務機關 我們需要有需求的這些東西家庭們 我們都願意來給予照顧 每一份平安袋都有罐頭 麵條料理包等共11項商品 另外派出所及分住所也都有預知現金備用 讓值班員警可以主動協助有需要者 或者是到派出所來領取 而原有的幸福保衛站則是全年無休 讓每一個家庭都能夠安心過好年 記得趙世倩、吳志恆、板橋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